邵盈矣来自中广澳门,在西藏自治区首府城拉萨尔生活近两年,曾向往已久的西藏成为他第二故乡。 以前没有人太认识之前吧,我是一直会觉得西藏这个地方吧,就是在我们那边感觉就是很神秘的一个地方,然后就觉得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一次。 2018年,邵盈矣通过网络与藏族小伙刺成多吉相识,2019年入春后,有着共同旅行爱好的他们,在重庆之旅中初次见面。 经过一年的异地恋,邵盈矣辞去澳门的工作,不远千里来到西藏。 一开始过来的话,我也很担心说,会不会说我们文化上面会有分歧啊这样子,因为毕竟这里是算是小数民族嘛,他们有很多自己的一些独特的一些风格嘛。 但是过来这边其实他父母也是很开通的那种,就不是非常传统的那种父母嘛。 两个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,受教育程度也是不一样的,但是我觉得还是蛮好的,就是说他能包容我,我能也包容他。 在2020年初,邵盈矣辞在西藏第一次穿上了藏装,第一次体验藏历新年及藏家走亲访友传统习俗。 他妈妈带我去做了一套藏服,然后去了他奶奶家吃了很多那些小的零食,然后又去了舅舅的家里串门吧,去看,然后他们会我们喝茶,然后吃一下那些风干的牛肉啊,然后我们又穿个藏服就很有本地的感觉嘛。 邵盈矣说,在饮食习惯上,澳门和西藏既有差异亦有相似之处,但都能尝试接受和融合。 我们那边也有一些车载面啊,乌冬面啊,也有在这边卖。我也想就是说把澳门的特色吧,带过来,然后让这边的人也去尝试一下。 我们这边的甜茶跟藏面我觉得都很好,因为我有时候都会跟他们一起去喝,去那些茶馆去喝嘛。 苏油茶有点油,可能没习惯嘛。 还有那个脏巴嘛,他们早上也会吃脏巴,经常问我要不要吃嘛,我就说我不吃了,可能有时候我吃不习惯嘛。 谈及千里追爱经历,邵盈矣告诉记者,虽然澳门和西藏相隔千里,但这不会成为他们交往的阻碍。 他希望也能带着男友回到澳门,让男友了解他生活成长的故乡。 如今,邵盈矣在拉萨经营自己的奶茶店,生意不算红火,但线上线下的订单也让他忙碌不值。 邵盈矣告诉记者,在创业过程中,通过奶茶店的产品创新融合,让澳门和西藏两地的文化实现碰撞,是他最大的心愿。